哈喽大家好,我是陆总 今天呢我们家吃火锅 然后呢我老公在这切牛肉 我们都是买那种现成的一大块牛肉 然后自己回家之后把它改刀 然后切成一片一片,大家看一下这个牛肉 我觉得质量超级棒 大家拿一片看 是不是很肥 然后呢我们还换了一些冬米 然后配菜我们还有 南瓜,然后吃牛肉的话一定要吃萝卜 然后今天家里的这些青菜 决定赶快吃,然后青菜又要 坏了要变黄,这个青菜 就有点变黄了 看这个就有点,要坏了,然后还有吃这个 鸡腿馍,前两天烤肉的时候 我们把鸡腿馍很多都吃了 然后这是剩下最后一块 然后还有一些冬豆腐,家里没有大虾了 所以吃一些这个丸子也可以 王肉这个牛肉看起来真是太好了 别看这个盘小,但这个 牛肉非常非常的食肠 基本上这一大盘就够我们家三口吃的 每次呢看到国内的家里啊 亲亲朋友啊,他们吃火锅的时候 或者去火锅店吃火锅的时候 就觉得特别的羡慕 因为感觉大家吃的菜的样式啊都特别的多 你像我们在这边的话 就是能买着一些特别的样式 比如说像猪血啊,鸭血啊 还有一些毛肚啊,牛百叶 但是要拿回家来自己来处理 就是特别麻烦 而且就是很少能买完菜 当天就马上弄火锅,这是一个非常繁琐 因为买菜其实就是一个大工程 然后做火锅要准备,这也是一项大工程 所以通常我们都不会就是说 买那些比较特殊的样式 而且家里面的话最多的也就是吃牛肉 然后萝卜,南瓜,就这些蔬菜啊 我一般是在这边本地的朋友 我们也有请他们来家里面吃火锅 他们呢就是也是吃不管一些比较特殊的样式 基本上吃的也大部分都是牛肉 然后呢吃豆腐 然后吃一些蔬菜,然后吃玉米 再一个就是我们真的是在美国这边 很少去美国这边的火锅店去吃火锅 首先呢第一就是说他们的样式很普通 因为他们主要是开给美国人的 所以他们其实很多的菜品并没有那么多花样 因为外国人他也不吃 他也不懂得吃那些 很少外国人在美国说我要涮鸭肠,涮猪脑 所以就是这些我们想吃的这种特殊的菜 在这边是吃不到的 然后再一个就是这边美国的火锅店都非常非常的贵 就比如说一个蔬菜拼盘没有多少东西 但是就十几块钱 就一些蔬菜呀 然后可能一些粉丝,一些豆腐 然后可能几个香菇啊 然后我们在这边大部分呢就是都是自己在家买来 然后自己做吃 然后海鲜可以吃虾呀,亲口啊 这些可以自己买,包括一些丸子呀 所以在美国这边的话我们基本上大部分家庭都是自己在家做火锅 而火锅店大部分都是开给那种美国人他们去吃的 然后菜色也比较普通 然后呢样式比较普通 当然了这边也有很多就是非常好吃的四川火锅 比如说像什么刘一手啊或老四川啊 反正一些火锅店 但是这些火锅店呢价位都是太贵了 像我们平时的话也就去尝个仙 包括现在疫情都我们都很久很久没有出去吃过饭了 所以他们这些火锅店呢现在在疫情期间是可以送到家的 但是我们家又离那个市区比较远 所以就没有点过而且价格真的是贵 所以我们一般家庭像东北家庭我们很喜欢吃火锅的 一般都是在家里因为简单的准备一下 然后基本上样式虽然少一点但是还是很温馨的 我女儿呢她就不太爱吃火锅 能跟大家说说你为什么不爱吃火锅吗 是因为我不是非常喜欢那种味儿 不是很喜欢那种味儿 但是你吃的火锅不辣诶 你觉得它是什么味儿你不喜欢 那你能说说你喜欢火锅里面吃涮什么菜吗 玉米牛肉 然后 蔬菜 她特别喜欢涮生菜吃 还有鱼豆腐 哇它其实菜市都占了 比如说丸子类的呀 肉类的 蔬菜类的还有猪食类的 我觉得你其实火锅已经吃的很全了 只不过你一些偏门的你没有怎么吃过 因为就是你看它吃的这种样式 基本就是普通美国人就觉得很好吃的 就是肉啊一个菜呀然后猪食 他们也吃的不会很多的样式 不行了想到火锅都已经馋了 这次火锅呢一共两种调料 一个是麻辣的 然后那边是西红柿番茄锅 是我现炒的一个西红柿 然后辣的那个我放的是这个德庄大火锅的中辣 我觉得很好吃 虽然里面有一些那种颗粒呀 但是我觉得还是挺有味的 看看我们家平时吃火锅的调料 首先是刚刚切的蒜末 然后还有放沙沙酱和香油 这个叫做麻油 但是就是芝麻油 然后那边是有麻酱 韭菜花还有俘虏 就是东北口味的 然后这是南方口味的 看一下蔬菜准备什么 准备了刚刚的南瓜 还有鸡腿馍 还有这个萝卜 萝卜配牛肉真是太棒了 还有鱼豆腐 我刚才又切了点藕 还有冬玉米 还准备了一些新鲜的绿叶蔬菜 哇 别那多就觉得好香 非常的火锅 看来那盘里的火锅还有香 很香 今天的火锅呢吃完了 非常香 哇 我觉得真的是麻酱啊 这个对东北人来说很好吃 但是我们吃蒜也没有少吃 然后呢 我冻了冻豆腐 但是忘了拿出来 正好呢一般火锅不会吃一顿嘛 所以可以把冬豆腐留在下一顿吃 来啦 你今天觉得火锅好吃吗 好吃 我吃到好多 好多我喜欢吧 那么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冬天 能够温温暖暖的过去哦 新年快乐哦 拜拜